大家好 我之前听一些台湾人管这个高雄市叫悲情城市 之所以称之为悲情城市 原因就是2014年在高雄市爆发了一起石化器管道爆炸事件 简称高雄气暴 在这个高雄气暴这个事件当中 当时造成了32人死亡 321人受伤 这么一个非常惨烈的这么一个后果 那么今天高雄这所悲情城市 在今天凌晨又爆发了一起 比当年的高雄气暴案伤亡更惨重的 这么一个群死群伤的安全事故 我刚看到新闻 在今天凌晨高雄发生大火 据了解这是一栋12层的楼 目前所造成的人员损失是即止到现在 46人确定死亡 另外有数十人受伤 送往医院急救 在现场还有数十个住户的住家 没有被抢救出来 我看了一下现场的视频相当惨烈 现场你还能听到很多老百姓 在自己的房间里呼救的声音 尖叫的声音 非常的令人动容 大家知道2014年我刚才说的高雄气暴案是当年陈菊任高雄市长 不光是因为这个气暴案所造成的恶劣的灾弹性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陈菊作为市长当年在处理这起气暴案的时候 后面产生了一连串的涉及弊案的问题 当时我记得好像是他们高雄法院最后判决 比如说高雄市政府你要赔受灾的这些住户 除了死的还有很多伤的 你要怎么赔 那么市政府赔百分之多少 是吧 然后比如说石化器的公司要赔多少 他有一个比例 但是陈菊就很贼 他在法院开庭之前 因为判决是有一个周期的 那么他就赶在周期之前 他就利用很多比如说老百姓也好 包括一些政府对于这些受灾户的一些善款 我们之所以叫善款 就是你要用在这些救灾上面 对吧 或者说你要这个发给这些这个受灾户 发到人家手上的 结果陈菊不是 陈菊就是利用这个善款 利用这笔钱拿出来 跟那个这个这个就是石化器公司 当时他们这个就是这个事件爆发的这个管道 这个拥有者 跟人家打官司 而且他一边跟这边打官司 一边去忽悠这帮灾民 他说我们签个协议 我签个协议 签完协议之后 你们是能拿一笔钱 但是你拿完这笔钱之后 你没有权利再追索政府的责任了 相当于就是说你必须放弃 对于高雄市政府的责任的追索 结果当时灾民也很可怜 当时管道爆炸 这个石化器管道爆炸 设计的这个受灾户非常多 有家不能回 对吧 然后家里又有这个非死即伤 所以很多人就说 哎呀 是我们赶快拿一笔钱 是吧 好安定一下自己这个小家庭 有很多人就把这个协议签了 签完之后 法院判决下来了 判决下来之后发现 原来高雄市政府还负责给这些受灾户要赔40%的这些受灾款 但是高雄市政府当时给到人家这些受灾户手中的这些钱远远低于这个数 那么就后来扯来扯去 扯来扯去 你别看高雄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当年发生这么严重的气暴案 群死群伤这么严重 陈菊从市长任上 这么一个职位 等于是干嘛 高升了 升签了 不仅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对他产生影响 而且他那个很多弊案人家正在给他打官司呢 就在这种情况下 是吧 就是等于是一身屎还没洗干净的情况下 他就能高升到总统府 然后呢 陈其脉接了他的班 是吧 陈其脉最后干的不咋地 最后被韩国瑜给踢下去了 韩国瑜上来没没两年 是吧 屁股还没坐热 又被陈其脉给搞下去了 那么今天早上的这起这个这个十二层楼的这个大火呀 又是在陈其脉任上发生的 所以你发现嘛 这个但凡是民进党执政这个地方呀 我发现高雄挺倒霉的啊 你看这个当时这个我记得韩国瑜 当时为什么高票能够把陈其脉击败呢 原因就是高雄的这个市政建设太差了 当年的这个气暴案也是因为这个石化器的管道是吧 年久失修 然后呢 承受不了当这个里面的这个气体的压力最后爆了啊 那个韩国瑜 我记得当时他竞选的时候 他就说啊 他说这个高雄市区是吧 有几千个 他们叫天坑啊 还是叫什么啊 意思就是说这个路不平是吧 坑坑洼洼 尤其是下雨一积水啊 很容易摔伤人啊 因为你这路大家知道啊 这个你这个阳光明媚的时候是吧 哪有坑是吧 哪有沟 哪有沟 你还能看得清 你一下雨是吧 水一烟好了 结果呢 一马平穿 看上去啊 是吧 这个平的跟个镜面似的 结果呢 你骑车啊 尤其是这个台湾摩托车 这个 这个占有量非常高啊 很多老百姓呢 是不开小车只开摩托车 所以摩托车就很容易受伤啊 很多人好像是每一年光这个掉到这个坑里啊 因为下雨掉到坑里的受伤的是吧 或者死的都不少 因此呢 韩国瑜当年呢 就是这个跟陈其迈竞选高雄市市长的时候 他主要主打的就是这个市政建设 结果高票当元啊 韩国瑜呢 虽然也不是我喜欢的这个这个人选啊 因为大家知道韩四靠韩四靠嘛 对吧 也是个对大陆这边也是个阳奉阴伟的人啊 这个 但是呢 我们抛开意识形态 单从这个呃 这个干实事啊 或者说是单从这个市政建设这个角度来讲 那韩国瑜肯定是比陈其迈 包括之前的陈菊啊 还是要强不少的 起码你看他吧 他在那高雄待了两年 每天啊 不是每天好像他是每个月吧 好像去那个下面跟那些基层的底层的人 是吧 码头工人啊 什么菜市场的啊 卖菜的 还跟他们去一起同吃同住啊 还去体恤民情啊 了解那些这些这个底层人民的生活 当然了 当中呢 有很大的这个作秀的成分 这个我也承认 对吧 民选民选政治嘛 对不对 这个票选的这些官员 你不作秀 谁给你投票呢 但不管怎么样 对吧 他作秀也好干嘛也好 他起码还是你能看到他 还是还是做实事啊 对吧 比如说人家下雨 人家那个晚起裤腿 人家就跟着去抗洪抢险了 对吧 那你看蔡英文是吧 去勘察这个灾区的时候 坐在还是装甲车呢 高高在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高雄真的很悲情啊 我都不知道这个陈局啊 包括这个陈其脉啊 盘踞在高雄数十年 给高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 是吧 除了气暴 就是今天 今天的这个大火 大火的这个伤完人数 已经超过了2014年这个气暴案了 我能想到的 我能想到的啊 就是这个民进党带领高雄市人民 抗中保台 除了这个 我觉得没有高雄高雄市民 没有从民进党手里能得到什么实惠 而且我记得之前好像说高雄在这个台湾 是仅次于台北的城市是吧 南啊不是 南高雄北台北吗 是吧 南北两端是吧 两个在台湾这个小圈子来讲啊 两个特大城市高雄呢 也曾经这个辉煌过啊 重工业啊 什么化工业啊 造船业啊 当年也是很发达 结果呢 现在是逐渐没落 是逐渐没落 哎 反而那句话是吧 意识形态害死人 啊 意识形态害死人 呃 好不容易上来一个能给你们干两天实事的韩国瑜啊 做了没做了没两天又被你们轰下去了 这个真是没办法 是吧 自作自受是吧 你们这个所谓的民选的这个政治不就讲究这个吗 是吧 自作自受是吧 高雄发生两起群死群伤的重大安全事故 今天这个原因啊 还没有这个官方出台这个非常正式的报告啊 不管怎么样 一场大火能把一栋12层楼啊 这个住宅啊 全部给你烧光 造成这么大的这个伤亡 还是那句话 市政建设啊 老化是吧 线路也好 管道也好 肯定跟这个是离不开干系的 所以从高雄我就想到整块台湾啊 那现在整个台湾也是民进党执政啊 对吧 也是民进党执政啊 全台上下不是一样抗中保台吗 对吧 只要抗中是吧 只要是你这个颜色对了 什么都对啊 所以台湾人民呢 受着吧 好不好 受着吧 既然你们对你们的民选政治这么有信心 玩呗 对吧 还能怎样 我们作为这个海峡对岸呢 我们除了看热闹啊 我们除了对那些死的伤的那些老百姓 出于这个人道主义加以怜悯啊 加以这个同情之外 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没办法 对吧 一声叹息啊